好的 我們持續為您掌握在台中大坑這裡嚴重車禍的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車禍現場的這個砂石車還有被壓扁的轎車也都還在這裡 等待清楚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嚴重的車禍真的是相當的可怕 因為轎車可以看到整輛車都已經是壓扁變形 幾乎看不到原本的車體是怎麼樣了 而且還覆蓋了大量的土石 現場東西是散落一地 而我們也要為大家先掌握目前最新的傷者的狀況 這輛轎車裡面剛剛是已經救出了一男一女 不過目前所知道的狀況是說 這個駕駛是這一名女子 不過她的傷勢相當的嚴重 目前是失去了呼吸心跳 正在醫院搶救當中 而另外一名男子 其實她的傷勢也非常的嚴重 是有手腳骨折的狀況 也已經在醫院的救治當中 另外這個砂石車的駕駛 她的意識是清楚的 不過也是需要送醫 但是到底這一起車禍是怎麼發生的 其實我們也可以了解到警方初步 是有講到說 可以看到今天的台中的天氣 其實是有下雨的 所以這個地上其實是有點濕滑 再加上這個東山路二段 他們行駛的方向 是從新設往台中的市區 所以是有一點下坡路段的 而且又有一點小彎度 所以疑似是在這個車 駕駛車在過彎的時候 有一點失控 先推撞了這個轎車之後 接著整輛車翻覆之後 又把它給壓了上去 所以才會這麼的嚴重 不過詳細的肇事原因 警方也都還在釐清當中 目前最希望的好消息是說 這個裡面轎車的駕駛 可以平安無事 以上最新消息